那下边呢我们就要定量计算 定量计算就是我们说要准确的计算出来 它这个暂稳态的输出麦宽 在要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把电路打开 得到它RC这个过渡过程的等效的这个电路 再进行计算 先看这个电路 你关心的TW也就是在暂稳态的宽度 其实是在这个电路当中 RC环节的一个充电的过渡过程环节 这个过程我们看谁对它进行充电 充电的起始点都有谁来帮助界定的 那我们这时候要把这个三要素 得出来的这个公式写出来 你看一下在三要素当中 你想知道RC你想知道稳态微无穷 想知道起点还想知道这个过渡过程中间 你的中止时间是在哪 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其实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波形图 你已经知道了几件事情 一个是从哪开始充电充到哪 也就是V0和VT你是知道的 但是微无穷你并不清楚 它如果真的这样充电 充到稳态的时候到底是多少 还有一个你不清楚的就是RC 是不是只有电路当中看到的R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等效电路当中 有没有其他的环节要参与到等效当中 所以我们把电路打开 在计算参数的时候 是我们不得不把电路打开的时候 那在打开的时候还是遵从那个原则 所有门电路的输出都当成一个有内阻的电压源 而输入借由这个门电路的结构来定 如果是CMOS的 那你可以输入就断开了 因为它不取电流 如果是TTL的 你还照常的把T1管和R1画下来 看它到底参不参与到你的充放电的过渡过程 那我们把这个电路画出来之后 由于在充电的时候 前端是一个通过下拉CMOS门电路输出 通过下拉输出的低电瓶 所以直接就只有一个R-on 这个R-on就是CMOS门电路下拉部分的等效内阻 而后端由于CMOS门电路不取电流 所以G2就是一个断开的一个点 那这个电路大家看就很容易了 那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主要的R-C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等效 好 你就可以完成整个的这个计算 把它带进去就能够完成整个的计算 那么这个电路也关心一个问题 我触发一次之后 下一次触发 我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它相较于刚才我们说的积分的那个 单稳态电路来讲 它是也有一个恢复过程 它的恢复过程是哪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 它在暂稳态结束之后 它那个电容这一端 就是电阻电容相接的这段 VR这一端会跳过高电瓶 高到多少呢 高到VDD加0.7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电路结构 采用的是CMOS的 所以后端有一个前卫保护 那它应该恢复下来 恢复下来之后 恢复到多少 恢复到VDD之后 再下跳变 触发之后再下跳变 那每一次触发之后 它充电的起点才会是一样的 所以同样 你还是有一个恢复时间 然后你两次触发之间 应该还是恢复时间 加上一个在暂稳态 所持续的时间 应该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就是由CMOS门电路 构成的微分形的 单稳态触发器的分析过程